避孕药的几个基本的好处 一个是避孕 这个是没有问题 大家总说 我用避孕套多好 但实际上避孕药达到的避孕的效果 比避孕套要好得多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比如说新婚夫妇去度蜜月的时候 她的首选的避孕方法是口服避孕药 而不是避孕套 因为避孕套掌握起来是有一定的 需要一定技巧是有难度的 而避孕药是不需要任何技巧 就吃就行了 所以非常容易掌握 所以她的避孕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避孕药一个共同的好处 就是能够规律月经 任何月经不规律 都可以通过吃避孕药把它规律起来 它非常的准时 而且可以做到 那么你一般的避孕药都是21天停7天 这样子 那么都可以 就你要吃时间长了 都会达到每28天一次月经 就非常准 那么这是第二个大的特点 第三个避孕药的特点 就是能够抗熊 就能够降熊激素 所以她避孕药吃了时间长以后 皮肤会特别好 皮肤比较细腻 错疮就不长了 根本就不会长什么错疮 这些好处吃了才知道 就是可以非常的明显 第四个特点就是避孕药可以减少月经量 那么很多月经量过多的甚至造成贫血的人 吃了以后月经量就会变少 这个点可能很多中国人就觉得有点疑问 中国人可能觉得月经量 月经是一种排泄物 但这样的一个理解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月经就是血 月经里头不含有任何毒素 不像大便小便一样 是一个必须要排出去的东西 是血 那么所以月经多就是出血多 月经少就是出血少 所以从出血少 不管怎么角度来考虑都是好事 所以月经量少是好事 这个大家可能很难理解 但是确实如此 月经量 月经里面就是血 月经量少就是出血少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的月经量少 比如说结核 内膜破坏 那么这些是可能是需要治疗的 但是绝大多数月经量变少 是不需要治疗的 而月经量多是一个非常需要治疗的事情 这个是大家可能在月经和避孕药的这上 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的误区 所以这些也是我们医生科普上 非常需要去普及的一个知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